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谭一伦 好 节目一开始 我们赶紧介绍 特别来拼资深媒体人黄阳明 大家午安 立法委员叶元芝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毛家庆 主持人好 大家午安 好 柯文哲 我们持续要来关心他目前的状况 虽然我们大家看不到他 都是从这个 这个里头告诉我们 这个土城勘筹所里头 告诉我们大概他的情况 但是我们知道 他从礼拜四的晚上进去 到现在是第四天了 状况是如何呢 有媒体是独家报导说 现在柯文哲这个设访的大小 只有一个停车格的大小 大约是两到三平 说有一名室友 那柯文哲被关的看守所的 这个当天 当晚的时候 疑似因为这鸡鸭亭工房 实在太累了 所以他热到只穿一条 四脚裤睡觉 但睡得不错 委任律师最快在周一 就会来递交抗告状 好 我们知道之前 这个正文灿不是48天 也是交保出来之后 当时我就觉得 哇 正文灿是不成灿行啊 我也问了当时有朋友 他爸爸是点狱长 他就说 其实里头真的超级超级超级热 没有冷气 也没有电风扇 唯一一个电风扇 就是那种小小那种塑胶的 因为怕你会伤害自己 会是拿攻击 武器来做攻击 所以可以想见里头非常的热 尤其现在天气也很热 好 但是现在柯文哲 遭到羁押禁见之后 这郭正亮就说 他的每日朋友都在问 台湾在干什么啊 因为他们无法理解 找不到金流 还有对价关系 怎么可以压人呢 所以就说 AIT有出来讲话 那说如果今天 不抗议办案的方式 下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彼此 那再来呢 就是最近不是有讲说 这个1500万元小省吗 好 小省的1500曝光 那这到底是不是 北检来放话呢 李艳秀是说 这个媒体先后 揭露了相关讯息 不能接受北检 仅已不予证实 就想要撇清 那当然现在整个状况 是不是还是持续的在 有这个北检在放话呢 现在这个USB 把民众党打到一个丧失逻辑 说如果认定这个是检掉 泄露了办案资讯 郭国文说 根本就是说 这个记录是真的嘛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 蓝绿的交房 好 不过北检 是不是压人 就是要取贡 然后靠媒体来放话呢 我们从最早什么 700万的金流 170万的金流 然后又说什么 七小账户有不明的金流 又说手机有三对话记录 又说这个1500省庆金 是1500万元 这种种的都是从媒体出来 但是现在这个北检都说 我是不予评论 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 但是柯文哲这件事情 也传说 连检现在要来寄出 污点证人的检刑优惠 希望能把真相浮出台面 好 不管 不管这个柯文哲的事件 到底是如何 目前还在侦查 但是我觉得可以想见是 柯文哲的人和 真的相当不好 因为现在很多的媒体 都在报更多的事情 我们来看这个独家 不只大老板名册 还说柯文哲有亲自的拜会 中南部的博弈大亨 像是嘉义的博弈大亨 台中的百亿总裁 还有电玩大亨 都是他的拜访名单 这个也是在讲说 他跟这个大家 钱财好像走得很近 还有就是说 他跟朱雅虎有见过面 事后曝说 肯定有加速的来进行 这个容积率的协商之类的 好 但是管长这边就蛮生气说 大家都一直在讲柯文哲的状况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帮柯文哲反驳 去年记不记得 我们的民进党赖皇 成立了一个叫什么 可以看新闻 竞选律师团 为了大选 成立一个律师团 有12个律师组成 只要在选举期间 谁对民进党乱讲话 电视台就要主份 他们说不能这样干 这一个礼拜 这三个礼拜 怎么干 整个网路 整个媒体怎么干 整个法界 整个检察署 怎么放消息出来 新北地检 台北地检怎么放消息的 你们瞎了吗 好 管长真的很生气 他觉得这个消息满天飞 赖青的之前也被假消息弄过 那为什么现在却差这么多 刚刚我们不是讲到这个1500万吗 那大家说1500怎么就是1500万元呢 可是这个写这篇报导记者他说千真万确 百分之两百百分之一千 就是1500万元 好 到底如何我们持续看下去 但是现在柯文哲是不是还有第四个案子呢 我们知道有北市科 金华城 台志光 其实都有一些状况 有些争议 那还有就是这个雨果市场案子 彭正森主持有简相发包 这个关键拍板会议上面 是不是也有涉及图利中工50亿元呢 好 中工其实就是威京集团的子公司 中华工程公司 它以125亿元得标 但只能盖出空壳大楼 如果要有完备的要追加预算 这个总造价是要200亿元 所以上报就持续追踪 说这个简相发包的关键是在2019年 10月14号 这个时任副市长彭正森主持的 策进座为会议 那在8天之后市长是也签合通过了 那刘标三次的改建案 在三个月之后 就被中华工程标走了 那这个工华工程 我刚才讲的跟威京集团的子公司 是同一个 所以是大家认为 是不是又跟金华城案 真的是一直不断的勾搁在一起 好 我们来请教的是杨明哥 怎么看现在柯文哲的案子 过去陈水扁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1.86平的总统府 他那个评数就是台北看守所的评数 所以其实在监所里面 这个生活绝对是很痛苦的 不只是热 闷 而且还有一个叫臭 为什么 因为厕所就在设房里面 没有隔间 然后如果你的室友去上厕所 你就是在旁边享受那个气味 所以在监所里面的生活 非常痛苦 尤其对一般所谓的精英 社会精英 过去有非常多 其实你知道像以前那种叫欠税 欠税的大户 如果被行政执行署管收 管收就是送到看守所去 一模一样的待遇 一模一样的待遇 然后很多的欠税大户 第二天就赶快跟律师 跟行政执行所赶快说 我愿意这个 我愿意协商怎么还债 怎么还这个税务的问题 所以在看守所里面的生活 绝对是让你痛苦到 你会很想要赶快离开 越快离开越好 前一个例子就是郑文燦 你看他郑文燦在里面 瘦了一整圈 那个都是非人的待遇 当然你这个时候 你说要不要去讨论一下 我们的监守人权 这个恐怕是另外一回事 但目前我们看起来 如果今天检方要把你押到 收押才能够得到你的证识 才能够鼓励你转为 所谓的污点证人的话 那他势必 我们的检方势必会希望 看守所越不仁道越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再来就是说 到底这个所谓的小省1500 到底它代表的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有没有这回事 目前看起来因为在高院 高院就是把这个 无保请回的这个裁定 撤销的那个里面 有提到一个叫做 被告所查扣的 随身物品所记载内容 它里面有提到一段 这样的一句话 很多人是认为说 确实有可能有查到了什么东西 但是那是什么呢 没有我们没有看过裁定书 我们根本不知道 而裁定书是不公开的 但是有特定的媒体就是会拿得到 这个裁定书 然后把它报道出来 而我们的检调 我们的司法机关都会说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无法评论 但你注意他们都不予证实 无法评论 但没有否认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他们刻意要让这样的讯息 不断的去散布 所以即便今天是1500 省庆金这几个关键字 有一家媒体说里面有写万元 这家媒体 我只能说这家媒体很勇敢 目前没有 其他家都不太敢跟 只有大部分都说 就是什么2022 1101 小省1500省庆金 这样的一个字样 那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当然让检调去收拾剥减 但如果没 即便 我跟你说 即便写了1500万 如果今天柯文哲 实际上没有查到那一个金流 检方要把这个当作 他定罪的铁证 也很困难 我们举郑文燦的这个案例 过去他当时是这个调查局 已经跟监到 两个这个所谓的白手套 进到他的官邸15分钟 出来手上的包包没有 没有拿出来了 然后监听到 这个所谓的白手套跟他的太太 说那500万送了吗 送了 当时这个检方检调是用这个证据 去想要继续办下去 可是最后是什么 签结 连办都不能办 最后能够把郑文燦起诉的关键是什么 所以这一次这一波的起诉关键是因为 污点证人 是白手套承认 他们拿进官邸的就是500万 而在隔年 郑文燦又把他退回来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说要有人证 要有物证 这些都要对得起 而且金流要很明确的说 他有没有收 这才能构成 如果未来要讲 柯文哲有违背职务收贵罪 必须要有这些证物 人证 物证 市证 才有可能构成 所以现阶段看起来是 高院只是认为说 这里面记载这些东西不寻常 但是你们要继续查 而北院最后裁定收押 柯文哲是说 如果我们不把他收押的话 这些证据可能会消失 可能会被勾算 可能会被串政 灭政 所以他决定先把他收押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今天到时候 最后都没有污点证 我认为这个对柯文哲来讲 可能最后如果只有徒利罪的话 他在法院攻防的空间会比较大 可是如果有金流 我必须讲柯文哲就会比较危险 好 再来讲到这个什么 你看接下来就会有一大堆什么 奇奇怪怪的爆料 因为原本是说什么有科技大佬 有什么集团总裁 现在讲说什么中南部博弈大亨 见面会 见面怎么了 我们过去你知道吗 过去马英九前总统 当总统的时候 他也承认他曾经跟嘉义的 博弈大亨见过面 见过面 见过两次 这是总统府当时公告的 见过怎么样 绿营也有大佬都去见 这些在地方就是所谓的地方的政要 或是说这些地方的文人 他们有时候见了面不代表 有任何的利益纠葛 这是两回事 但是当时梁文哲说 马英九见到大佬还跟他要三亿 最后就被判赔钱了 最后梁文哲就败诉了 所以见面是一回事 但是你如果要去引射金流 那就要拿出证据来 所以我只能说 现在有很多的媒体报道 因为柯文哲现在在收押的状况 根本无从回应 根本没有办法回应 他们趁着就是要在这一块 但是柯文哲接下来的后续的案件 会不会有问题 我觉得很简单 每一个司法 我跟你讲 北检 你以为他们真的只有在办 这个所谓的金华城吗 他当然每个案都要办 可是其他案子 目前看起来线头都还没有办法 挖出一点东西 所以目前还等着看 还有很多事情还要挖掘 对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大家要以司法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无罪推定 所以就算你不喜欢柯文哲 但是还是要掌握所有的证据 我们才可以定他罪 他现在是没有被判刑的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 要稍微思考一下 不过我们刚才讲到 媒体不是放话吗 说这个1500小省 对不对 通常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 都会1700 1800 这是1700万还是1800呢 好 这1500 某个媒体他就说 记者是马玉文 他自己报出来的 他说他200%的信赖程度 信赖 信赖 好 这是所谓1500万的部分 他很明确的讲出1500万 他说他非常确定 他不是1500 好 马玉文大概知道 他是过去跑社会的 然后后来转成政治组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新闻 就是高嘉瑜 被男友打的影片 也是他曝光的 所以当然他也是很认真的记者 但是他这个讯息怎么来的 大家也要思考一下下 好 我们来请要原始委员 怎么看 当然我觉得 柯文哲如果有什么案子 就赶快办 如果他真的有拿钱 或者是犯法的话 就去关 该怎么样 没有人会有意见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这几天 他被办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动摇到 大家对司法的信任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到 马玉文 请问一下不是侦查不公开吗 如果检方扣到了 柯文哲他家里的USB 为什么马玉文知道 他是有植入木马城市吗 他桌在桌子下偷听 偷听吗 还是怎么样 他还可以百分之百确定 两百 他说两百 代表他看过 请问一下一个正在 侦办当中的证据 理论上检方才有证据 为什么媒体可以看过 还可以百分之两百的确信 光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会对大家 对于司法动摇了 你为什么要 透过特定媒体去放这些话 甚至去讨好媒体还是怎么样 不晓得 可是消息泄漏 这就是泄密 对不对 像我也有认识 彭震生 其中一个律师 他是我同学 他那时候前两天出来 出来的时候 我也打电话关心他一下 我说很忙 我说你不要跟我讲什么 我不想害你泄密 那你现在是公然 检方在公然泄密 然后记者还把得到的消息 这样大方讲 还自己很得意 然后民进党的立委 王定宇还说 哇 这个马玉文的独家 非常可怕 可怕到可以让阿伯出不来 哇 王定宇现在是法官 我跟你讲 法官其实 总共有五个法官 两次都是北院的家庭 各一个 加上高院的三个法官 五个法官 都没有认可这1500 因为当时检察官在 抗告的时候 就有把这个1500 拿出来给法官看 说法官 我们就都有扣到这个1500 这个东西 结果法官有采纳吗 没有啊 你去看法官所有的裁定书 都没有提到金流部分 现在讲的都是土力 都没有金流 可是这个USB的1500 是金流啊 如果是有金流的话 为什么法官从来都没有采纳 所以连法官都不采纳的东西 民进党的立委 可以跟媒体这样唱贺 直接定案 那你告诉我 大家会对司法会有信心吗 然后那个郭国文 他在骂说 民众长的逻辑很奇怪 说如果民众长 你去质疑这个东西 侦查不公开的话 那你就代表说 你认可说 有这1500万的禁流 这是郭国文的逻辑 我觉得郭国文 你逻辑才有问题 我这两天看到大家 是相信可能会有1500 因为我们都觉得 检方有泄密 我真的这样觉得 所以我相信有这个东西 可是他质疑的是 这1500是金流吗 对不对 这两天大家也讨论很多 有可能是下午三点钟 为什么你看到这数字 你就认为一定是收贿 然后林传媒接到爆料 那个逻辑才好笑 他说 这个审慶金有汇4740万 给应小威 那其中有1500万下落不明 然后刚好又被抓到 这USB里面有1500 所以应小威消失了1500 会不会又是 就是这个USB里面记载的1500 他还这样连连看 全媒体现在是科难 连连看 然后你知道我总有听到一个说法 因为他USB里面记录的 完整的数字是 2022年11月1号 小省1500审慶金 对不对 大家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小省审慶金要写两次 所以有人就解读 就是说小省是要给1500 然后后面那个审慶金就是 是沈庆青本人交付的 然后沈庆青本人交付的 有人是这样推论 如果是这样推论的话 那你们不是讲说 沈庆青是汇款给应小威吗 1500块下落不明 那为什么沈庆青又会自己交付 理论上应该是应小威去交付 应该是小威 应该是小威 不是沈庆青 所以你知道现在的那种消息满天飞 但是到底是哪个是真的来一下 我请他先不要相信 我觉得相不相信 到时候法官最后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出来 对 我觉得还是要看判决 不然像是我昨天也看 民进党友人在脸书上面 就po了一张这个影片 就是之前有一个专题 然后柯文哲拿手提箱进去 就是说我忘了USB 然后旁边还有陈佩琪 然后就说这个USB 对阿伯来说真的很重要 就也是在揶揄 佳青哥怎么看 我们就事论是依法论法的话 你这个积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到现在我相信 北柬跟北院的态度 大家是越看越明 反正这个剧本写在那里 你爱这样子欲擒故纵 晚你两天等等的状况 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 我们也不需要多说 但积压的要件 你知道对检方跟院方来讲 他必须有几个 比如说你是要勾串吗 还是要灭政 还是逃亡 还是要防止案情恶化 柯文哲不是黑帮寻仇 也不是强炮红堵的这种案件 你如果说要扣 你要弄它 你所有的根基的基础在哪里 也就是说你如果精华成这个案子 你的都审会委员 里面有谁是某人安插的 有某人是接受过招待 有某人是账户里面 有什么不明金流 然后这个案子就过了 或许把他压起来 他转了污点证人往上咬 咬到谁了 OK这个案子是会成立的 从陈水扁或是以前过去种种的 奇奇怪怪的县市长的案子 你可能就知道 这个案子要怎么样才会成立 但今天这些都没有 都没有的状况之下 然后检方跟记者 特定的对象 还会有不同的独家角度出来 然后我想 现场也很多新闻界的朋友 这个新闻我听说在记者圈里面 流传了好几天 说这个新闻压了五天了 是吧 然后据说还是普利兹等级的新闻 记者都笑翻了你知道吗 我说这个普利兹出来之后 我跟一些比较像总编辑总监级 以前我们一起跑新闻的朋友们 我说请问这个普利兹 是我们读书的时候学的那个Prit 还是Police Police什么 这到底哪里来的 什么普利兹新闻怎么搞成这样 1500小沈 1500沈庆金 我请问一下 那如果有所有工作上有 需要形成记载的人 比如说像叶元芝 你要是叫他 这个Excel档雕出来 你今天从0900到2400 你的行程调给我看一下 那我也不晓得这是 柯文哲USB里面有没有记载 其他的状况 见过谁 全部公布出来算了 反正公布一个 跟1万个有什么差别 对不对 那柯文哲里面有没有写 2100全民开奖 2300业元支 我也不知道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 司法可以完成这样 媒体可以配合成这样 台湾的公平正义是什么 我觉得 就是赖黄耀的剧本里面 指示的是什么 我们就怎么照办吧 好 这个公平正义还有一个问题存在 就是不能用键盘乱传假讯息 我们赶快看一下 我们TVB的新闻网呢 其实被别人做了假讯息 有一个快讯是写了这个 同样是USB 然后但是讲的是赖清德 好这个是叉叉叮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假讯息 我们严正的声明 我们绝对没有发布这条消息 呼吁有心人士 不要散播假讯息 那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警觉 不要听信谣言 TVBS也会采取法律行动 追究法律的责任 所以大家在乐听上面一定要特别的谨慎了 好我们休息下今广告